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用航拍去飞越辽宁人的生活 那又是什么一番景象呢 这里是辽宁省的最东端 山水缠绕 古朴自然 绵绵的鸭绿江水 滋养着世世代代的陆江村人 故而如画的边陲古村 自古被称为陆江村 傍水而居的人们 有一半的村民以捕鱼为生 摇着一对牢炉 穿行在鸭绿江上 纯净的空气 又滋润着花的味道 吸引了追随花期的养蜂人 这里是沈阳市康平县 位于科尔沙地南远 曾饱受风沙亲戚的困扰 曾有着康平人可真苦 风沙大满身土的说法 如今这里不仅锁住了 科尔沙地的人心 成为辽宁的一道绿色屏障 还依靠特殊的地理环境 成为了金沙与绿洲 共存的游玩圣地 自由呢咱在公路上开吧 咱是按路线行使的 对不 咱在沙漠没有路线 这里是康平金沙滩 国家沙漠公园 两万亩的绵延沙地 成为了越野车手的天堂 让人们在这里 感受到极度的自由与刺激 在一望无际的黄沙之中 日益驰骋成 攀爬沙丘和陡坡速降 无时不在考验心脏的承受力 距离沙漠仅仅8公里的绿洲 康平沃龙湖自然生态保护区 区域面积127.5平方公里 沃龙湖是鸟类清洗 滑东大通道的重要补给站 白罐 黑罐 白头鹤 丹顶鹤 白鹤等140多种珍稀鸟类 在这里繁衍生息或停留补寄 每年的春季和秋季 沃龙湖都是有名的观鸟圣地 同时 这里也是独有特色的大辽东补节的主场 如今的康平 春夏秋冬 比你什么时候来都能找到自己的快乐 辽宁一年四季精彩不断 春天可以赋予一场百花之约 旅顺的烟花 河口的桃花盛开 在一个又一个的冰雪温泉圣地中 唱一曲冰与火之歌 近年来 辽宁加快推进了青山 碧水 蓝天工程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全力实施 美丽宜居乡村加快构建 全省已建成 宜居示范乡镇128个 宜居示范村1786个 创建绿色葱庄696个 主要河流水质逐步好准 森林覆盖率本路提高 辽河 林河流域 大火防水源保护区 大连市本西县被确定为国家生态文明新形式办区 村荣正茂换新年 传统景区更加完善 2017年 辽宁省服务业增加值 实现1.23万亿元 接待国内外旅游者5亿人次 国内旅游收入4621亿元 与乡村改革一样 城市本身也更在市民生活与一道风景中坚韧 这里是沈阳 伴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飞速发展 沈阳这座城市同样与时俱进 也吸引着更多的人们去记录它的美 威严百年的故宫 练丽的青年大街 多彩的浑河两岸 还有数不清的时尚建筑 人们也在城市的变化中 享受着时代发展 带来的便利与资产 这是宁口夏日夜晚中的北海海洋公园 在这里 花灯不再只属于冬日春节夜晚的璀璨 而是百姓茶余饭后的休闲上玩 绚丽多彩的各式传统元素的光海 犹如一幅历史的画卷 挂在了寅口夏日的上空 除了花灯 寅口还有一座老街西大街 在夜晚依旧迷人 古色古香的街道 古色古韵的小曲 穿梭着来此寻区的市民 满人一条不同时代交叉的时空隧道 从前的大屋子变成了西餐餐厅 老的鱼铺 成了新式照相馆 从旧到新的变化 让西大街的今天变得更加丰富 也让今天的鱼铛 变得与众不同 提醒你 推荐 最后一件事 因为是一座老的鱼铛 是一座老的鱼铛 一座老的鱼铛 一座老的鱼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是安钢 有着共和国钢铁工业长子的美誉 也是众多国之重器背后的神秘生产基地 辽宁的工业企业在用先进装备制造 不断为国建工 辽宁建肉列 首艘国产航母下属 港珠澳大桥 复兴汉 箭载金机机 众多大国重器 众多国产第一 在更多的世界顶配上 写下辽宁制造 为共和国工业 军事 科技事业 做出了辽宁贡献 高科技实现影像的变换 24面冰瓶是完全的智能机器人在操纵 这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闭幕式的舞台 炫舞北京八分钟的表演主角们 正是从辽宁走出的 新松机器人科技团队 正是他们 在冬奥会的国际舞台上 用辽宁人对艺术的追求 坚实的科技臂膀 用一场毫米之间决定成败的殿堂级演出 向整个世界展现出了一个快速发展 科技担当 海纳百川的当代中国 近年来 辽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以工业总产值计算 辽宁省工业经济总量 从1978年的396.6亿元 增加到2017年的2.3万亿元 与此同时 废弃的工业厂房 也在辽宁人的手中变化出新形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匠人们将自己浸在手工艺的世界里 慢慢打磨着记忆 淬炼着新兴 他们用美 回报了时光与岁月 也让我们在生活中可以邂逅公益之美 遇见匠心之人 截至2017年 辽宁省已获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67个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48个 已建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58个 并通过展示加展演的传播形式 不仅走出了一条辽宁特色的保护之路 更让非一文化进入普通百姓的生活当中 成为辽宁文化的亮点和品牌 辽宁在不断践行着改革发展 实现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 农村改革不断深化 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 不断优化调整工业产业格局 用先进装备制造为国建工 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传统服务业稳步提升 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 致力保护传统文化 文化软实力大大提高 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发出了深化改革动员令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 站在新的起点上 辽宁将继续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 阔步前行 近日 盈口市委宣传部组织专家媒体 举行盈口文理文化巡礼采通情活动 媒体员的城市文化巡礼之旅 盈口市东北第一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 辽和老街既是盈口经济和文化的发祥地 也是盈口近代史的见证 老街全长1.3公里 左右两边有近百年的近代建筑 三十一处 盈口是曲艺能源辈出的宝地 一个世纪以来 从这里走出的相声评书大鼓等演员 源源不断 著名评书大家源过程 就是从苗和老街开始它的曲艺生涯 当地的一笑阁相声俱乐部成立于2015年 是由前空正文工团著名相声演员黄孟茹创办 我们的目的现在就是培养年轻 像我们的六十来岁了没有什么发展 我们还有很多好的苗子 可能是好多人不了解 我们盈口的年轻的说相 现在有大概有几十对 几十对 包括一笑阁相声俱乐部 泰顺祥茶楼在内 盈口聚集了一大批野艺人才 相声 快板 评书 大鼓 花样翻新 在辽和老街 每天都有茶楼式的传统曲艺演出 住了在盈口的东北钢琴公司 曾是我国国有四大钢琴骨干企业之一 十多年前 公司陷入控队 风鸣一时的日蒂斯卡钢琴没有了踪影 如今 盈口市重建东北钢琴城 当初的技术骨干重新聚集其老员工 进行第二次创业 从六月起 钢琴厂逐渐恢复生产 员工以老代新 诺蒂斯卡重新回到钢琴市场 此时 新的钢琴厂长也给自己立下了目标 做钢琴的人 他需要很高的那个专业水准 所以培养一个真正做钢琴的技术工人 需要将近三年的时间 我们相信就是未来的诺蒂斯卡钢琴 会恢复到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 初始化的才能是一万家 到2020年的年底我们要达到五千家 盈口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文渊绵长 艺术名家辈出 作为东北最早的对外东商口岸 1861年 盈口面向世界开步 土固纳新 形成开放包容的文化积淀 将文化产业作为新的增长点 盈口市谋偏布局 打造市场新生态 文化创业下的文化创意产业 音乐 曲艺 书画 刺绣 多种艺术形式在盈口和谐共生 健康发展 是怎样的百年老街要以八卦图为建筑风格 又是谁赋予了八卦街的传奇色彩 就是除了是爱观 它是第一个 又是什么样的老街巷让百岁老人流连忘返 我孩子啊 我孩子啊 八卦一啊 沉默的老街究竟要有怎样的故事将要到来 风物辽宁 盛京奇挤八卦街 近期播出